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有八九就是臣的全子 这李渊为什么没敢向杨广说他有第四个儿子呢 因为他这第四个儿子跟头条那仨儿子不一样 这四子吃捏呆傻 他不愿意让他见圣上 他也怕把杨广给吓着 他这个四子叫李渊霸 从一老生的时候就与众不同 一老生 就被老娘婆下来跑屋外边去了 这个怪胎 长得瘦小像小耗子仔一样 雷公子大小眼 一哭那个声抓啦抓啦的闹心 当时李渊一发现 说这是生了个怪物 我们李氏门中家庭不幸 干脆把他掐死得了 他就想把这孩子要掐死 李渊的母亲独孤老太太知道了 老太太说你们谁敢掐死 不管这孩子长什么样 他是投胎任母一常 这都是有天分的 我得看着他 谁也不准掐死 就这么的就把这孩子就算养大了 这孩子养大之后不会说话 李渊一看 哑巴一个 残废 到六岁了 一一压压的 这才学得能说个一句半句的话 到七岁 这才会说话 长的呢 比同等年龄的那小孩 小三号 别看个小 但是劲可特别大 六七岁的时候 别的小孩跟他在一块玩 打打闹闹一不留神 别小孩那胳膊腿就断了 弄弄就得找李渊了 李渊一看没办法呀 花钱就给人治 给人家看 后来李渊一看 干脆吧 你呀 别跟人家别的孩子在一块玩了 你跟别的孩子在一块玩 老给人弄得治伤治残呢 这怎么能行啊 李渊就把这李渊爸 弄在这后花园里头 让别人哄着他玩 哄着他玩 光这么玩不行啊 李渊那是贵族家庭 书乡门第 儿子们都得从小就进行教育 都这个李渊爸自然也得要教育 先得教他读书啊 教他读书 这一教的时候 李渊才发现 这宝贝孩子 奇笨无比 一个字也记不住 光这往家里边请这先生 就请了有十了个了 请一个来 交一段时间 告辞了 请一个来 告辞了 为什么 人家都说 教了这么多小孩 见过笨的 像李渊爸这么笨的 没见过 什么也记不住 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先生要把他管极了啊 他跟先生还动点手 一动手拿手一扒了 先生就一溜跟头 谁在这教这个呀 后来李渊一看 悬赏吧 说谁要能把我这孩子 教会一个字 我就给他一百两银子 一字百经 这玩意悬赏 你还别说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就来了这位丁先生 交出先生 这丁先生说 他怎么办吧 我这教一个字 我还教不会他吗 我教一个字 教会了 我就弄一百两银子 跟李渊一说 李渊说好吧 那你就教教试试吧 把这位丁先生 就请到府里来了 没事 在这后花园 这丁先生就教这李渊爸 丁先生呢 从这个教育家的 这个角度出发 他开始观察李渊爸 这习性 他发现这小子 凭上旧好玩 蹦蹦达达 这儿捅一下 那儿蹦一下子的 他玩呢 这丁先生也跟他玩 为了是跟他呢 这个沟通感情 最后他玩得够了的时候 丁先生把他叫到旁边 就说这个李渊爸呀 这李渊爸你是大小眼 雷公嘴 干什么 我教你认个字 你记住听见没有 好 你教我认什么字呀 认什么字 我就教你个丁字 这个字特简单 就两笔 一横一竖一钩 这就念丁 一横 一竖一钩 这就念丁 我记住了 记住没有 我咱得玩会儿去 等 走了 转圈回来之后 我刚才教的字 记住没有 刚才教的什么呀 丁呢 怎么写 忘了 这先生一看得有耐心呐 一百两年都那么好证的吗 教了一遍又一遍 教了一遍又一遍 教了不下二百遍 这先生发现这我真记住了 这丁字记住了 会写丁吗 丁 丁 一遍再往那木头钉 瞧见没有 这就叫钉 呐 呐 钉进去了吧 这就是钉子 能钉进木头里头去 哎 知道了 好 另外你记住 我 我姓丁 我是丁老师 丁老师 我记住了 丁老师 好 等着我找你爹 见你爹的时候 我写出这个字来 你一定读他念丁 好 你写出来我就认的 那叫丁 哎 先生高兴 马上告诉李渊 说我呀 教会令郎一个字 李渊一听 真教会一个字 这个太不容易了 好 把一家人都找到一块来了 坐到书房里边 先生 把李渊爸找来 你写出来 我看他认识不认识 在没找李渊爸之前 这先生还怕李渊爸错了呢 特意找了个大钉子 交给李渊爸 待会我给你写那个钉 你得记住 要想不起来 你就看看手里边这钉子 一看钉子就想起来了 知道吗 哎 好 忘不了 这钉子在手里边攥着 把李渊爸就领来了 领来之后 李渊看了看李渊爸 渊爸呀 听说你学会一个字了 哎 学会一个字 学会哪个字 啊 哪个字 那个老师说的 丁先生站起来 拿起笔来 就是这个字 啪 丁先生 原爸 这字念什么 嗯 嗯 这个念 念 李渊 你的众位弟兄 包括独骨老太太 眼睛瞪一边大 都瞅着 心想这个字还不认得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这老师急的 手心都出了汗了 员爸 忘了 啊 你手里的什么 嗯 嗯 铁 这一说铁 老师差点没气啪去 老师姐 你怎么能想出铁来呢 这老师气得不对 往这儿看 他一点过自己 说我不姓丁吗 他往这儿一笔 和李渊爸一看 嗯 对了 鼻子 李渊一看 这不诚心怒气吗 这也没记住啊 老师实在急的受不了了 他拿手一笔划 知道吗 这个 他拿手这么一笔划 李渊爸一看 啊 我知道了 锤子 李渊气得站起来 光一脚 把他踹出去了 行了 这书你甭念 这丁老师一看 冲着李渊磕一头 再见吧 您了 我走了 打这之后 谁也不上这家教书来 但是可有一样 别看李渊爸念书记不住 学武术可记得住 他这府里边有一位三元先生李静 这位李静是武林高手 发现这李渊爸对武术感兴趣 所以教给他练武 在教给他练武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个李渊爸练武的这个神经很发达 嗯 所以就教给他练一对锤 因为这个小虎子力气特别大 让他使锤 这个锤是特意为他打造的 叫雷骨瓮金锤 骨形的 比别的锤都大三号 下边按个半 按他的这个力量打的锤 这锤呀 练了三年 真有点出色 但是李渊爸有一手 和府上下的人 除了李渊 谁也管不了他 对李渊 知道这是他爹 懂得尊重 对老太太读故事 那还行 出自老奶奶的一种客情 别人 谁也不想管 谁管他揍谁 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又发现有一个人能管他 谁呢 柴少 就是李渊这姑爷 柴少为什么能管住李渊 谁也说不清楚 这里边好像有一种秘密 柴少呢还不向别人说 大伙谁还探测不出秘密的所在 你反不管李渊爸在这怎么闹腾怎么折腾怎么发脾气 柴少色一来 而且手里边这么一钻 知道吗 李渊爸马上就傻 好好好 好好好 我听你的 大伙有人问柴少 说你怎么回事 你手里边钻了什么呢 柴少说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们 这要告诉你们 你们就都会了 我自有制服李渊爸的办法 哎 说直到现在柴少赚拳头 这是拳府的秘密 这李渊爸一来二去的就长到了17岁 别看长到17岁 很少往外走 李渊呢就告诉柴少 他不就怕你吗 你就跟着他 别让他给我闯祸 没事让他就在后花园里边练武 别在上面别干 知道他利大过人 说不定到哪儿就惹出麻烦来 这位在后花园里边天天练武 到时候是撒宝一个岛 别的什么也不想 这不偏赶上杨广就来了吗 皇帝驾姓太原府 李渊就想到了 皇帝来了 我得要见皇帝 这位可千千万万别让他露面 这到皇帝面前给我闯了祸 捅了娄子 我吃不了就得兜着 怎么办呢 在杨广望着来前一天 李渊就把这李渊爸弄到后花园 找一间屋子 把他塞那屋里头了 弄个大锁链子 找了两盘墨 那个墨是上边那层带墨眼的 把那锁链子穿在那墨眼里边 两盘墨套他脖子 拿锁他一锁 锁那屋里头了 告诉俩家人看着他 不准他出去 这才领着别人去来建阳广 今天那建阳广来了 其实他一上朝一建阳广的时候 这府里边大伙都知道了 这府里边家庭们就都议论起来了 说今天呢 一见着皇上指定的得受皇封 为什么呢 百天之内把这进阳宫修起来了 那皇上一高兴还不得封官晋级吗 家里边很高兴的 后来呢 听见消息了 说这李渊上殿之后啊 被人家绑起来了 要砍脑袋 这家里边当时就议论起来 这一议论起来 李渊爸这地方没人管了 因为一听说糖果宫要杀头了 这家庭们都进入到前院去了 李渊爸这没人管 赏货这顿饭 没人给送 这位是一顿不吃就受不了 送饭的这位晚了 赶回来之后 到这一见李渊爸 李渊爸在那屋子里边就问他 哎 你怎么不给我送饭来呢 啊 想要送我吗 哎呀 我说四少爷 你还吃饭呢 老爷的脑袋都快掉了 啊 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脑袋要掉了 他把怎么怎么怎么 皇上这个经过一说 李渊爸一听 他急了 李渊爸一听 怎么呢 要把我爹给砍脑袋 哎 这个了了 我得去看看他 哎 四少爷 你敢不能去啊 你要去了的话 那老爷要怪罪下来 那我们可担当不起 老爷怪罪下来 那老爷都快活不了了 那老爷还能管得了我们 我这就走 四少爷 你那锁着的 你走不了 我走不了 我是不想走 我要想走的话 谁也拦不住我 你看我走不了 走不了 哗啦 他不是铁铁的往后 这么一拢 这两盘墨一低喽 嘣 就背起来了 背这两盘墨 来到门口 抓住这门 逛门逛门 卡巴 这锁着就蹬开了 几步就出来了 这家庭一看 哎呦 四少爷 您这上哪去 这李渊爸 背这两盘墨 就往前跑 傻人嘛 缺心眼 其实你把那锁链的拧断了 不也一样走吗 他不过去 非得背着 原封不动 直接奔进阳宫 他跑到进阳宫的外边的时候 就碰见李渊的家里人了 这家里人一看 哎呦 四少爷 您怎么来的 您干什么来 我今天怎么来 你要把我爸爸给砍了脑袋 还得了了 谁敢砍我爸爸 我宰了他 四少爷 您可别去 告诉您吧 没砍老爷子 老爷子 现在这回 风的官进了急了 不光老爷子 风的官进了急了 就连你那三哥哥 都做了王爷了 嗯 都做王爷了 做什么王爷了 我们刚听说的 你大哥是阴王 你二哥是秦王 你三哥是齐王 我呢 你呀 你 你也没见着皇上 人家能跟你官吗 没你事 没我事 我也得要个官啊 我要官 他扛着莫救 问这金殿上就来了 他往里一走 那黄蒙官 包括金瓜武士 能让他上来吗 金瓜武士 拿着金瓜一横他 你这干什么的 嗯 要官的 我哥都给官了 我爸爸也升官了 我也要官 金瓜武士 哪天要这样的 哪来雷公崽子 跑着要官 这样的哪能上电 不行 不能上电 谁说不行 不行 我挂 这两扇莫啪 往爹一扔 把金瓜武士吓一跳 金瓜武士一看 我的天哪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 扛两扇莫来的 啊 你 金瓜武士还想拦他 这位左一扒了 右一扒了 啪 一巴掌 金瓜武士那鼻子破了 啪 鼻子这一流血 旁边很多护卫队 呼呼架 就全围上来 不李渊霸就给包围了 李渊霸在那枪耀一战 哼 咱说好了 你们让我进不让我进 啊 你们要不让我进 我把你们一个一个的腿 都给你掰下来 把脑袋都给你拔下来 把腿都给你们插枪子里头 你们信不信 这些个护卫队一听 这还得了吗 你真是吃了雄心 吞了豹子胆 赶上皇宫这闹腾来 这些个队员们 谁也不能让他进去 护卫队这一栏李渊霸 这个人金殿上 杨广就听李渊 向他说了 说这是他的四子李渊霸 为什么李渊断定是他呢 李渊揣测到了 别人干不出这事 只有李渊霸能干出这事 但是杨广一听说 他有个四子 还没对他讲 这杨广有一种好奇的心理 杨广心里就合计了 他有三个儿子 他这二子李世民 是这么有才华 那么他这个四子李渊霸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杨广说李渊 既然是你的四子来辞 你就让他上殿吧 李渊心想 哎呀我的爹呀 那可不能让他上殿呢 他要一上殿 见了皇上胡说八道 我的罪就更大了 陛下此子浑浊门愣 乃是一个吃捏呆傻之人 不能见价 哎 这有什么 朕正想要看看 既然你头前三个儿子都已经来了 他来了不让他见朕 那成何道理呢 下殿把他给我领上来 李渊一看这儿还非见不可了 多谢万岁 李渊赶紧迈步走下金殿 到这一看 好嘛李渊爸正跟这帮禁卫军们正在那拉着架子要打仗呢 李渊马上喊了一声 冤家 你怎么来了 哎呀 哎呀我说老爹呢 我听说 他们都封了官了 那给我也来个官吧 我也上殿 哎 你把这两扇墨带来干什么 嗯 哎 可说呢 这玩意 对了 不要 这玩意 我把它弄开就得了 抓着铁链子 拧开了 两旁的金瓜五十一桥 哎呦我的妈呀 这么大劲 这功夫李渊走到李渊爸的跟前 奴才 圣上有职 让我领你上殿 灭君 北京市农工商联合总公司 祝朋友们新年快乐 北京市农工商联合总公司 每天向首都市场提供一百二十五万公斤副食品 总公司一千多家工厂生产的产品 丰富着人们的生活 总公司拥有十七座中高档饭店和游乐设施 接待着国内外游客 北京市农工商联合总公司 是您生活的朋友